阿卜杜勒海卜获得了过渡委员会51票中26票的支持 从而击败了另外8名候选人当选为新的总理 分析人士称海卜被视作是一个平衡人物 不可以调节和淡化过渡委员会内部的派系之争 预计海卜将会于未来几日祖国 新的过渡政府将会执政到利比亚全国选举开始 海卜出生于利比亚 但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大约40年 它在为反抗卡达菲的活动寻求资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00月下旬在迪利波利被攻破之后 海卜结束了流亡的生活返回了利比亚 WOW TV 燕埔林报道